好 金華城會不會槓上再開更多話 小平議員 你是萬華區的 對 剛剛瑞德講到了 那中信區的 怎麼可能讓一個萬華區的印小偉 來處理這件事情 利益這麼的龐大 所以金華城再辦下去 就你目前線上聽聞到的訊息 還會怎麼發展 剛剛聽瑞德講是第一次聽聞 這個議題我真的不熟悉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就是這個金華城的案 就有沒有可能往上往下 比如說大家一直想說 黃珊珊的角色在哪裡 那往下其他送進去的議員 角色又在哪裡 我想黃珊珊 那據說 瑞德是不是下禮拜有可能傳他 好 沒有這個那個簡連 他露出詭異的笑容 這個我有聽到 沒聽到我不敢說 有聽到我就有感說 剛才有講到柯文哲去美國 一個多月那個時間 到底幹什麼事情 黃珊珊是從頭到尾陪著他 是不是在處理相關 這些市政的問題 黃珊珊很奇怪 就是簡連為什麼不調他 我講了好多次要傳他 你證人也好 你看至少我們看到是二零一八 他選市議員的時候 有捐二十萬給他 中華工程 但是小錢 我不要說小錢就定他 捐兩百就不一樣 對不對 第二個他是把那個阿伯 介紹給這個沈經濟認識 而熟悉的嘛 他簽了現在第二件事 第三整個翻天覆地大變化 而違法讓他進入都委會 違法這個又做PM 然後容積給他二十趴 適用就是就是那個違法容積 那個就是那個都更的獎勵 這變單位三場主角不是彭正珊 是黃珊珊那彭正珊都被壓了 喘都不喘 你不是很不符這個比例原則 會不會差很多 那這個是 你這段話都講幾天了 錯 講了十幾次了已經講了 我講了兩三個禮拜了 奇怪啊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怪 而且重點是便當會裡面 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那個科幣科學不懂這個流程 黃珊珊也也沒那麼懂 平常講 那真的懂的是講話很客氣的 彭正珊 彭正珊說我是學土木的那邊賴 他說我怎麼也不太懂這個 手上合合了多少 按照兩百多個 都委會來這 不要輕鬚了 不要假裝不懂 不要以為阿伯假裝不懂之後就可以回家 你也要學 阿伯沒有那麼熟 阿伯至少懂那個大的綱要跟流程 我舉例說 送到都委會裡面 那是他壓迫的對單會才送 送不進去沒有今天這個事 還是五六零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 那你你有沒有才是他 除了二十趴的這個容積獎勵 誰敢膽大包天給三十趴的容易啊 八萬多瓶的量體 給三十趴的容易 這個是罪惡滔天的事好不好 開玩笑怎麼怎麼給 交通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 不會過的十五就很厲害 就主上積德了好不好 我說金華城 你怎麼敢給他過這個 這是很離譜的事情 所以大家只關乎二十 三十給他量體比那個還大 比二十趴還大 好 再來 那今天中間便當會穿針影線 然後教誰來開會什麼 都是都是總聯絡員 是誰 黃珊珊 副市長有一個副市長是總聯絡員 黃珊珊當過 鄧家記也當過 這個角色很重要 他來叫動人嘛 就他來開這個便當會 當然殷小偉所托 你跟殷小偉是好朋友 所以為什麼不傳他 所以他跟殷小偉是好朋友 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 這是這是在他的司法上 我講政治上黃 黃珊珊變很多 我們小時候二十六年前 我們就黨團 新黨黨團 我們那次選到九個 黃珊珊好可愛 都沒有心機 沒有心眼 現在怎麼變這麼多 所以真的 所以你說絕對的權力 是不是就讓人變壞 我不知道了 那再回來 他現在還有個心 他沒放棄 他對權力的那種抓緊 那種貪婪 沒有放棄 什麼事你知道 他現在女版曹操你知道嗎 怎麼說 曹操是不是俠天子 以令諸侯 他俠佩琪以令國昌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 沒錯 他跟在佩琪旁邊靜靜靜 未來 因為羈押靜見 可以送相關的資訊的人 其實是剩下陳佩琪 這只有單一管道 主席 吳寶請回 不是到咆哮山莊 不是到黃國昌他家 是到黃珊珊他家 對 到西子家 所以陳佩琪現在代表柯文哲意志 所以他為什麼是籠絡陳佩琪 對 他完全被他仁慈控制住 你看陳佩琪去 沒有 這是黃珊珊聰明 很聰明嘛 我有聽仁俊講 之前小草對他就是要黃珊珊負責 但他站在佩琪旁邊做小草 對不起 不罵他了 照顧佩琪姐姐 所以民眾黨不可能群龍無首 他們會先拖過這請假的三個月嗎 一定會拖過請假的三個月 現在的方式就是他們會把整個的戰場 在明天所謂的濟南路 為什麼 奇怪明天你小草都在土城 柯文哲關在土城 你動員人 你要動員到土城去 怎麼會動員在濟南路 我們現在只愛黃國昌 我們要跟他談 你看 為什麼動員在濟南路 你們已經鎖定勘判的對象了 對啊 是啊 阿伯不能跟他談 他那個官司一直搞那麼久 怎麼談 總不會讓小草去參觀 所謂1.2億的豪財 雖然也在濟南路上 或者是4300萬的商辦 所以濟南路就是立法院 而未來黃國昌 主導立法院開議之後的議題 未來整個民眾黨 會以黃國昌為主導的 開始就會開始 所以很清楚了 接下來話語權的當家人 就是黃國昌 國民黨也就是找黃國昌談了 而黃國昌 政治話世人 聽過沒有 有沒有看過這樣 所以黃國昌看起來 對民進黨的仇恨 是高於國民黨的 所以立法院估計 也還是會繼續藍白河 是嗎 沒錯 因為我們知道 在立法院裡面 所謂的 所謂的 他們為了扮演所謂的第三勢力 呼一下子藍 一下子綠 其實兩個主要人物 一個是柯文哲 一個是黃珊珊 這兩個人其實都已經 陷入在弊案裡面 黃珊珊還被停止黨權 所以未來黃國昌 以上個會期他的表現 就是變成傅昆琦的小弟嘛 所以小藍八席會繼續在立法院上演 好 那麼對於 就是現在還有一些小草 是在幫柯文哲講話的 那我前幾天跟一個老草聊天 因為他年紀也大了 但是還是支持柯文哲 他說你看 這個民進黨 新黨國體制 窮上窮必落下黃泉 也沒有找到金流 你就知道沒有人可以經得起這樣查的 所以柯文哲就是清清白白 你們越查越突顯 他是清清白白 真的有老草這樣跟我講 我跟你講我們有個問題 不管是歐進德 黎四川 這些人都能幹 工程都熟 可都是右派 你聽懂我的話了嗎 保守右派 我是在右派的政黨的區殼裡 可是我是左派的靈魂 我 鍾小平 再回到這個事 我講重點 我講心力 除弊講完了 司法該關就關 這沒有問題吧 可是回到行政 郭元璋 不是很多人在戰功 就是那種徐達 常遇出這些人 然後免死金牌 我可以 還有蔣介子發了千天白日勳章 你犯死刑 我爸爸有千天白日勳章 兒子不用槍斃 好 那你今天他也有免死金牌 那叫陳佩琪 你是不是停權三年 你可不可以走進這決策小組 不行 那這個黨瘋了嗎 黨的一切失誤 都不能動嘛 好 那同時司法上 他又怎麼樣 他就是串供 你看 什麼意思是他 馬上開設接他 他就出來也是他 從司法 司法跟政治權利 連三三兩相宜 全部都是他 那我就要問檢方 你們是在睡覺嗎 什麼都讓他出來 該探證都探證了 全部講完了啦 我問我重點 蔡壁如講過一句話 講怎麼評論黃稱山 他說黃珊珊是律師 懂得法律 所以相關文件 都找不到他的名字